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是李多 这节课呢 咱们再聊一聊这个内加拳里面的假现象 这个假现象呢 可能也会得罪一些人 但是说咱们这个 咱们练武术 咱们就要弘扬正确的传武价值观 所以说咱们这个也是要讲的 这个当今呢 这个说到这个传武的内加拳 这个很多人呢 就提到实战 而实战呢 这个咱们传武呢 其实近几年来都是让人不满意的 特别是这个去年 这个某大使被打假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越来越多的人怀疑 然后在这件事之前呢 其实有一些人呢 对传武的实战呢 也付出了一些努力 也去想改变现状 但是其实这种改变呢 有的时候呢 其实不但对传武没有好处 反而呢 可能会害了这个传武 或者是害了席战者 这个基本上大致有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呢 就是最常见的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也就是说它本来 它是现代搏击的东西 它硬升班硬套 说的是练内加拳的 因为内加拳之前我也讲了 它的重点的精髓是在尽力 但是就是这一句话 就诞生出很多人 这种以这种名义去进行招摇撞骗 有的人我就在这打着直白钩 就全都是外加拳 全都是这个现代搏击的劲 我就在这说 看不看见 我打的就是内加拳的劲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很多 甚至有的人就是通过几个 这个老前辈的这个照片 去在这波动就去曲解 你看它这个形状是为了怎么样 其实呢 它这个都跟现代搏击一个原理 怎么怎么样 这个我都听说过 其实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所谓糊弄人的 这种的话就很无人子弟 这种情况比较多 一般就是存在于 就又有现代搏击的宫铁的人 又这个练过一点 或者是对传舞意志斑解的人 那这种比较多 但是这种情况咱们也得肯定 因为它确实是为了传舞能实战 它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但是说如果是你单纯实战来讲 的话可能会满足你一时的这种感觉 我练的是传舞 我还能打 但实际上你也是骗了自己 你练的根本就不是内加拳的东西 你就是说外加 甚至就是属于那个 现代搏击的东西 这是一个现象 这种现象呢 大家看怎么去理解 如果是你就是想单纯的实战 再加上挂一点传舞的名的话 也可以这么做 还有一种现象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这种 我们说的抖手派 抖手派 在这里就重点说一下 这个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什么弹抖劲啊 这个一打这个胳膊 就这么抖 这么抖 这么抖 这么抖的话 我跟你说 看起来很 这个很有感觉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你练 你练出这种感觉来 是你自己的感觉 你一定要打下东西 你可以打下人 或者是让人拿着把 你打他一下 或者是你找个沙袋都行 有的人说这个练内加拳 你打不了沙袋 其实这都是功夫不到家 我拿我拿崩拳 我拿批拳 之前我也有一节这个课 也是免费的 我拿批拳 后来拿这个虎形 我去打沙袋 其实我以为你能打出很大的劲 这个都是可以练的 你试试 你这么去这么抖 你这么去什么松活摊抖 你去打一下沙袋 你去打一下人 你让他感觉一下这个有没有劲 如果是你能感觉到这个有劲的话 那你确实很厉害 那咱们在这里就不说了 那你可能你比老师也都厉害 但是你打不出劲的话 基本上你到这个手臂这 你的劲就全断了 你的劲就全断了 这根本就是打不出劲了 你真正你要是说你练得好的话 你绝对是不会说这种又抖手 又这么晃悠 又这么动 你根本就不会这样 你这么一动 你浑身劲就散了 这种现象其实行一拳也有 太极拳的是最多的 太极拳那种最多的 就这么抖 抖可以 有的人这个跨活 你跨这么抖可以 这个地方抖一点没事 你手不能抖 有的人这个肩膀 这个手抖 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打的话 你就像崩拳的话 打的话 就是直直的这么 就是极力的往前伸 加上后腿一蹬 极力的往前伸 这个打出来的劲是最自然力量是最大的 就是这种劲 才是咱们这个内甲群要练的劲 所以说呢 就有些这个什么抖啊 抖啊 这种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互联网发达了 我就拍几个短视频 我刷刷刷刷刷一打 看着很漂亮 这些外行的人不懂啊 一看这师父厉害 这个劲儿 确实是没练过都不会发 我跟你学 其实这样就是很害人 很害人啊 这种情况呢 就是也属于一种假的现象 也属于一种假的现象 大家就尽量不要学 尽量不要学 然后其他的情况呢 其实也就不多讲了 有一些这个师父呢 可能这个实战不会实战 但是说他这个功夫确实很好 我也见过哈 这个各方面基本功很好 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跟着这学 这种情况都没有问题 但是说前面我说的两种情况的话 大家就考虑吧 你是本着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这节课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咱们继续再聊一聊 谢谢大家